家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运动 所以说牛肉是我们家必不可少的 很多朋友都问我 每回买那么多牛肉 吃不完剩下的怎么保存 我都是先把牛肉切成小片 装到密封袋里 密封保鲜 这样水分就不会流失 每次吃的时候 拿出来一两片 生煎或者切丝 保鲜袋选用这种双风口的密封袋 不给它漏气的机会 还可以切一些碎肉或者肉馅 我都是每半斤装一袋 每次炖肉或包饺子包包子 随便拿出来一袋就可以了 装好以后 像这样拍平压扁 放在冰箱里 不占地方也好解冻 还可以用笔记上日期做个记号 全部整理好以后 放到冰箱冷冻 随吃随拿 非常方便 这个袋子在我们家用处非常多 经常用来装一些面包 或速冻水饺 馒头 水果 蔬菜 以及冷冻食品 都非常方便 现在商家有活动 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点击视频左下方的小黄车 了解详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